10月25号下午19时50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喀什疫情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相关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健委副主任顾盈苏介绍 2020年10月24日 喀什地区舒服县对应检进检人员 进行定期检测中 发现一例新冠肺炎不症状感染者 该例无症状感染者女17岁 喀什地区舒服县战敏乡二村村民 10月24日 在定期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 经专家诊办为无症状感染者 已转入喀什定点医院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没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 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后 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对其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 截至10月25号14时 137人呈阳性 均与其父母所在的三村工厂相关联 经专家诊断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发生后 舒服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时间就妥善处置疫情 确保各族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安排部署 并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喀什指导防控工作 喀什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一级响应 自治区地区联合专家组迅速赶赴舒服县开展工作 相关部门全面开展疫情研判 留调重点人群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